在醫美廣告裡面 醫美其實有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是 我不跟你講 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對 對吧 比如說你要做電波拉皮 你總要知道電波拉皮要幹嘛嘛 對不對 總不能說電波拉皮做完 用你的頭髮一翹起來對不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凱博Talk Show 嘿醫美好辣系列 我是永遠25歲的美麗主持人蔡詠 我是摩羯座皮膚科醫師 專講科學證據的送奉儀式 好 那今天呢 我們要醫美的朋友越來越多了 到底怎麼選擇醫美廣告呢 我們在今天請到了三位專家 我們第一位就是請到了我們的 吳醫慧醫師 吳院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吳醫慧醫師 第二個位我們非常非常榮幸 邀請到的 就是連台灣的大法官都很清楚 他是誰的 台灣的 為各位爭取醫療媒體自由的 黃仲利 黃院長 兩位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黃仲利醫師 好 再來第三位呢 诊所的活招牌 帥哥醫師 我們的檢明成醫師 歡迎檢院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檢明成檢醫師 看到這些廣告 我們其實搞不懂 到底哪一些好 哪一些不好 哪一些合法不合法 這個講起來好沉重 這個花一點點小時間 跟各位報告一下 醫療是特許行業 特許的意思是只有我說你可以做 所以我們都要拿到醫師執照 你知道嗎 可是你要廣告 以前要拿到醫師執照 所以醫療廣告 其實經過了三四十年的演進 從以前你只能講 比如說我是宋文醫師 就只能這樣子 你講多講兩個字就是五萬塊這樣 那一直到現在 因為有網際網路嘛 然後你有電視的 電視就設了一個那個醫療廣告法 網際網路又設了一個網際網路廣告法 所以 這裡面有一些很特殊的 我們要邀請我們那個 感染控制科的專家 那個吳醫慧吳醫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什麼樣的廣告 你覺得是誇大用詞的廣告 其實在我們以前有看到就是 比如說 全國首例 全國唯一 或者是 一勞永逸 永不復發 這種就是用詞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畢竟像就是我們做美容醫療 它不是一個治療疾病特別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們的愛情都沒有辦法長長久久了 更換這種只是就是讓自己做保養的一些就是 就是療程 那這種情況之下就要特別小心 就像如果說 唯一 最大 或是首創 這種低利這樣子的形容詞 大家特別小心 有時候就是 我們關係裡面像那種危險情人 我最愛你 然後你是我的唯一 所以我才這樣子對你的 那這個時候就要小心 這種 不過像是裡面這個回春 我也覺得蠻曖昧的 到底能夠回幾歲 比如說像四十幾歲的 三十歲 二十五歲 二十歲 這個就有點 對 所以其實這個中間很多曖昧的地方 對 就像我們的關係一樣 每個人期待值就會不一樣 就會引發糾紛了 是 模擬兩可 對 對 所以像我常見到簡明城檢醫師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天下第一帥 其實 這樣有違法嗎 對不對 我只能跟他 我只能跟我老婆說我很愛你 我只能跟我老婆說我最愛你 最高級是違法的 對吧 對不對 大法官 是違法的 對 所以嘴巴說出來可以 然後 但是我們小編用出來這個用詞是不行的 對 醫療 醫療廣告就是這樣 你知道其實醫師在做廣告真的很無奈 醫療院所可以做廣告 可是醫師不能做廣告 這個事情就是已經被打破了 對 大法官打破了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大法官 黃仲利醫師來跟我們講一下說 講一下說 為什麼 還有哪些除了誇大以外 還有哪些行為是不可以 誠懷恐 誠懷恐 對 那這個 因為這個醫美的這個性質 本身來講有點類似像 美容業或是白貨業 所以我們在這個市場上常常看到 會看到一些就是比較不正常的一些宣傳的模式 其實常常看到我們譬如說買崩藥酸 譬如是原價一支兩萬塊 那可能優惠價是一萬八 買兩支來送一支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這些事實上看到送 看到一些比較組合式的這些療程的時候 就比較有可能會是處罰的 這部分都是要小心的 可是現在幾乎每個醫美診所都有 比方說像是周年慶 還有母親節的檔期有沒有 幾乎都會這樣子 比方說雷射還有其他的課程包套 因為我自己也是會踏進診所的嘛 所以經常會發現 所以這樣子是違法的嗎 就是5到25萬 喔 所以 說到5到25萬 這個就是很多錢很多錢的意思 要噴出來就對了 對… 可是你知道在醫美廣告裡面 醫美其實有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 是我不跟你講 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喔 對 對吧 比如說你要做電波拉皮 你總要知道電波拉皮要幹嘛嘛 對不對 總不能說電波拉皮做完後 你的頭髮一翹起來 所以我一定要解釋 可是怎麼樣解釋 這裡就需要醫師解釋 我們上一集跟各位講過要醫師解釋嘛 但是我們同時需要過來人解釋嘛 因此在代言人的部分 在經驗分享的部分 簡明城簡醫師 你那個身為生法醫學會的領頭羊 這樣你有沒有什麼要跟我們分享的 好 大家在網路上常常會看到代言人 還有體驗分享這兩個東西 那偶先說這兩個不一定是衝突的 他們可以同時存在 那體驗分享比較好了解 就是他實際上有真的有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治療或者是療程 那代言人本身他可能是透過一個明星的光環 他不一定 可是他也可以喔 他不一定真的有實際參與過這樣子的療程 那不過呢 民眾同樣都是會透過像代言人或體驗分享 來認識這樣子的一個療程 或這樣子的商品 來提高商品或者是療程的可見度 那代言人本身呢 我剛剛說他可能不一定有實際參與過這個療程 或是治療 他可能會代言某一個商品啊 或者代言一個集團 那所以代言人本身呢 他就必須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所以相對的有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代言商品 然後有一些負面新聞出來的時候 那集團就會趕快跟他切割 那體驗分享這就是比較實際的 通常體驗分享他真的有去使用 或者是去參與這個療程 然後他把他前跟後的比較 或者是他本身在這個療程裡面的經歷呢 實際分享給大家 所以他盡量能夠提升這個產品的好感度 所以這就是大概體驗分享跟代言人之間的差異 就像我常看到那個網路上有在徵說那個醫美診所啊 會增一些素人 比方說豐胸龍乳啊抽脂啊 還有一些什麼肉毒桿菌等等 甜甜價或者是那些體驗嘛 就是要把它拿出來對不對 就是要昭告天下的那種其實也算是對不對 對 對嘛 那其實都是一種是促銷手法還是 對吸引大家來的一個 不過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我覺得有的時候確實也需要透過這樣子的體驗分享 來去讓民眾知道說他真實發生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因為當然有的時候一些比較血腥的畫面 我們可能要去掉 但是透過一個體驗分享 知道他前與後的比較 那這樣民眾也比較能夠想像說 我做完這件事 我好像可以得到這樣子的改變 或者是得到這樣子的一個療程上的差異 沒有代言人的前後體驗者的前後 告訴你的話 你其實沒有辦法想像一個療程的結果 可是我們的法律規定的是 你一定要真的有體驗 就是我是這個的體驗者 你才可以拿出來講 可是你拿出來講的時候 這個就是 一講到我們就探八次氣這樣 就是當你用這樣的方式去做的時候 你必須是以衛教為目的的 不可以是以廣告為目的 所以我們在談醫療廣告的時候 我們就是稍微要問一下那個 我們這裡面我覺得最傳統的應該是 吳醫師 因為我們這一輩很少很少很少人 願意去走感染科 感染科大概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科 這樣就是看起來 就是暖部看起來就是症 那您對於那個醫美的廣告這邊 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剛才就是宋前輩有提到說 為什麼會踏入這一塊 因為我在學醫美這一塊的時候 是先看併發症為主 就是從併發症就是處理他們的後遺症 或者是一些就是後續的一些 留下來的傷疤 開始去做處理 才慢慢去接觸到這一塊 那其實在自己在看這一塊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這個水真的很深啊 第一個大家都在打架的戰 都還比便宜的 那都是精英者我們自己心知肚明 其實醫療成本就是在那邊 那它可以打到很便宜的價錢 你就必須要懷疑說 它是不是正規管道進來台灣的 或者是它是我們的FDA認可的 那或者是它根本就是山寨貨 甚至它可能被稀釋了 它的療效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其實是這個東西大家都要想的 因為一分錢一分貨 這是非常雜實的問題 那的確我們也是碰到很多這樣子 臉部就是造成感染的 永久那種就是非結合的分支感染 那治療起來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件事情 那個其實是心力交瘁 然後再來就是 好像看起來好像是優惠型的 剛剛就是主持人有提到 就百貨公司包套嘛 就是說我今天買A然後就送B 最常見的就是說 我今天做什麼音波或是電波的療程 我就打了一個點滴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也不清楚說 這個民眾知不知道他身體的狀況 他打這個點滴適不適合他 其實我很常碰到的就是 比如說有在洗腎的 肝功能不好的 他去打完點滴之後 他水腫就更不舒服來了 對 那所以他其實在乍看之下 他好像買了一個很優惠的療程 買A送B 但他其實是做了一個 他不需要的療程 反而造成身體的第二種傷害 對 再來就是這種衝動型的 就是我看誰誰誰最近不是很有名的嗎 對 大家都想要變成那個 那個大姐的 就衝來說我也想要變他這樣子 變成他那樣子 然後就是 紛紛都要來做網紅啊 網媽的廣告什麼的 那其實是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同一種治療 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夠清楚自己的膚況 身體的狀況 然後這個醫師可以掌握您術後的一個保養的情況 他可以做這樣的療程才能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對 所以其實是這是衝動型的消費 再來就是屬於理智型的 好我們就說 我們就是本來就是可以適合做這個療程 那我又不要包套 我就買個10糖20糖這樣子 很划算 那之後甚至還可以幾點這樣子 那可是其實這樣子長期下來 我們看下來說 那個除毛除掉都已經有點燙傷了 甚至有點毛囊發炎了 那我們就是長期就是接下來就在收拾這些毛囊發炎 或是角質化的一個受傷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民眾在消費上面 都要特別去再去思考一下說 自己的狀態是不是符合 他這樣子的療程的一個提供 那最重要是要找對醫師 然後去做一下質詢這樣子 真的謝謝院長的提點 其實我們因為看到很多的廣告 特別是一般的民眾嘛 都會想說看到了明星 好羨慕 會希望我們變成那樣子 所以要花錢寵愛一下自己對不對 不過其實還是要跟醫師溝通 要慎選廣告以免破財傷身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人生的旅程 終將有結束了一天 但不用因為害怕而逃避 安寧照顧基金會 30年來持續生命教育 引導我們做好道戰的準備 並結合照護網 成為守護國人山中最安心的夥伴 生命終將結束 但在安寧團隊的陪伴下 都必能平安舒適地走過這一段 身無苦痛 心無遺憾 安寧三世 愛顧止息 好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看了剛剛這樣子這個節目 有很多觀眾朋友會有一個疑惑說 這個醫美到底能不能廣告宣傳 打問號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廣告硬生給我切進來的遺憾 你知道剛剛為什麼我會Cue那個吳醫師 為什麼 因為在醫療界裡面 感染科醫師算了不起 然後吳醫師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就想起醫美的兩個很可悲的案例 這個吳醫師一定記得 第一個是台灣的某個人 我記得是一個半藝人 他去做腿部的抽脂 然後抽完以後就 應該也是分期感進嘛 身部分期感進 然後光是那個腳就搞很久很久這樣 然後搞到我記得是請家蕩產 同時那個破財不消災這樣 消失了很久對不對 消失了很久 然後第二個是大概差不多8年前 在香港一個案例 就是在做那個NK-Cell回春 就是那個自然殺手細胞回春 結果有好幾個貴婦就抽完學培養完 然後就進去就死掉 然後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台灣才在去年前年 我們正式的去搞那個 所謂的細胞治療療法 那回到細胞治療療法 我們同時也要講一下 就是說 醫美不廣告 你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你需要什麼 那一廣告就是5萬到25萬這樣 錢直接噴 對 好兩難 現在醫師賺錢賺很少 那麼少 只能像上一集 我們有一個醫師開藍寶經理這樣 對對對 不講誰 所以我們要來問一下 醫界的大法官 黃仲麗黃醫師 就請他幫我們很清楚的理解 什麼樣的醫美可以廣告 什麼樣的醫美不可以廣告 OK 醫美基本上呢 它是還算是可以廣告的 但是呢 可能根據它的方式 還有這個內容呢 我們再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可以廣告的部分 什麼樣的內容跟那個方式是可以廣告宣傳的呢 其實這個在醫療法裡面85條 醫療法第85條 裡面有一些規定 像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的 比如說醫療院所的名字啦 我們的開業的這個字號啦 或這個地址嘛 這個電話 還有這個教宗的這個方式 這個都理所當然嘛 可以可以 先有一個基本的 對 基本可以了解 對 那對於醫師的部分 比如說醫生的名字 他的這個科別 他的學經歷 這個也是理所當然 這一般普羅大眾都應該要知道的 對 包括這個 我們這個 他的療程的項目呢 事實上是都可以的 那另外呢 在有一個函視裡面呢 有特別在提到 關於這個疾病的名稱 還有這個 我們這個解驗的這個方式 還有這個解驗的模式 然後甚至 醫療的這個費用 它也是可以廣告的 這部分就是在我們合法的範圍內 可以廣告的部分 對 好 那哪一個不能宣傳 對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有興趣 你說說價格 對 在網路上直接 明示價格這樣子 是 其實這部分呢 回到法規上也是一樣 在我們這個 醫療法律第86條 裡面還有規定一些方式呢 是不能夠宣傳的 特別是裡面的第七款 有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呢 以不正常的方式來進行宣傳 那什麼叫做不正常的方式呢 吳醫師你知道嗎 要不要隨便舉例一個 譬如 奶奶回家了 奶奶回家 好曖昧喔 真的 這好曖昧喔 對 是啊 還有嗎 就是 嗯 不能宣傳煙酒 煙酒啦 然後不能宣傳 跟色情有關的 嗯 這個應該一般都不行吧 所以奶奶回家了不行 性能力相關的 性能力 很棒很棒 可是我之前有被檢舉啊 就是像我們在吃口服藥的時候 會造成那個性功能的障礙 我提到這個事情後遺症的時候 就民眾檢舉說 我提到性功能這件事情 然後我無無其妙就要去解釋這件事情 所以有的時候也變成說 太侷限在這個性功能三個字啊 或者性器官這件事情的時候 欸 其實我不是要去講 性功能或性器官 我只是說他有 是衛教嗎 對是衛教 所以有時候被檢舉的時候 就會很很兩難 很氣這樣子 我們也調解過一些比較有趣的題目 是 嗯 早期是這樣 早期是你連價格都不能講 剛剛燦友在問說 雷射多少錢 可是現在大家都看價格 早期是連這個都不能講 後來他放寬了可以講 對 但是他不准你講說 原價一萬元 特價五百元 假設 那我能不能不要寫原價只寫特價五百元 不行 特價兩個字也不可以講 所以他裡頭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美感 然後我們甚至還遇過那種 你知道那個中南部的診所呢 他比較大間 像台北診所那小小間的像蝸居一樣對不對 中南部診所呢 他就比如說這裡出去 他是一個那個窗戶 然後他就把它貼在這裡 然後南部的那個衛生單位就沒有抓 就是這個叫做內部的那個告知 已知的人員 然後同樣案子發生在北部某縣市這樣 然後就抓 然後他就跑回找某醫學會說 我為什麼被抓 我們就去問那個 那個縣市的衛生局 他說 因為外面走過的人可以看 所以各位就知道說 其實醫美的廣告評估 還蠻微乎一心的 那我們想辦法再 再不斷的替民眾 替醫師再爭取 大法官再幫我們爭取 我們會不斷不斷不斷的言論自由 壓力很大這樣子 其實廣告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嗎 對啊 對啊 我有講你才知道 我沒講你都不知道這樣 所以他是必須這樣 因為像國外 像韓國啊 或日本啊 其實很多國家的這個 對於醫美的這個 的限制呢 是比台灣稍微少一點的啦 像韓國他們就整個國家帶領嘛 建軍東南亞 建軍那裡 是他們這個整體的行銷是比較 比較團體善的 我覺得我們這部分是可以 稍微稍微學習一下這樣子 就是希望稍微放快一點點是不是 對 就是如果那個 那個長官 長官有看到我們這一集 請你打螢幕上的電話 跟美容醫學會聯絡一下 我們有一些苦水要吐 簡醫師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民眾要怎麼評估 醫美廣告的內容 我覺得醫美廣告的內容 其實要去 知道他的真偽 我覺得很難 因為其實不瞞各位說 像我自己也是會滑手機嘛 會看到同業啊 或同文層裡面的一些廣告 我自己也會常常被吸引進去 醫學這個東西 它是有高度專業化的 所以相對其實它會有知識性的落差 就像我們在看別的 也許是法律啊 或電子相關的一些廣告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一樣會到 遇到一些困惑 那不過我有幾個方向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可以判斷的方式 我覺得首先第一個 有沒有平衡報導 平衡報導意思就是說 當然我們一定會說 它有多厲害多好 可是再來是有沒有揭露一些 副作用跟風險 因為畢竟今天這個醫療行為 或者是某個藥品儀器的時候 它既然牽涉到醫療行為 它應該在上市以前 它就有被研究過 它有沒有產生的一些 副作用跟風險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平衡報導 再來第二個 價格有沒有過低 剛剛一直在被重複 就是其實現在網路很透明 大家比如說 插插雷射插插電波 你其實是擬打 然後再加個價格 你可能就會知道說 哇怎麼有9900 要有990 那今天它是一個 算是也是要付錢的一件事情 那羊毛除在羊身上 太低的價格 我覺得有些東西 它就會被拿掉 或者是就是會有一些縮水 這些問題在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一些 所謂的案例跟口碑了 那這就是要靠醫師自己本身 還有民眾 他多去網羅一些資訊 那最後就是還有一個小小細節 就是在操作的當下 是否這個真的是具有 醫師背景或護理背景這樣子 醫生有的時候他們是在 面對副作用 或者是面對一些意外風險 產生的時候 能不能夠比較全盤的去 預防它再進一步的惡化 所以我覺得以上這一些 像平衡報導啊 價格案例口碑這些 是我覺得可以比較分享 跟各位去判斷的一個方式 我們一定要告訴民眾說 醫療這個東西 它是有好處跟壞處 那至於怎麼去分辨醫療好處 我相信那個蔡永遠聽過 那個人的一生要有三師做朋友 就是律師 醫師 科技師 科技師 剛剛那個檢醫師在講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 像我們在座大概年紀最大的 應該是大法官黃院長 就是如果 你有醫療的問題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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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醫療問題 因為醫美中就是醫療 所以他所遵循的醫美廣告的規範 其實還是醫療廣告的規範 然後醫美的倫理 來自醫療的倫理規範 如果你有醫療問題跟醫美問題 你會怎麼做 醫美跟醫療的問題 你會找廣告嗎 還是找你信任的醫師 你會怎麼樣去取得這個資訊 其實現在網路的資訊也非常多 所以我個人的話 我當然是會上網路先搜尋一下 第二個 就是我沒有認識什麼 醫生認識最多 同學 學長 學弟 學妹 都是 我也會去詢問一下 認識的這個學長姐的部分這樣子 這部分應該是兩個最重要的方式 對 所以我們如果被蚊子咬 就要問一下 吳醫師那個感染的部分 對醫美的廣告 跟感染的那個風險那邊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從蚊子到醫美嗎 我現在只有想到登革熱啦 因為我們現在南部是疫區 所以我抓了不少的登革熱 就是從皮膚的疹子 登革熱的患者 在做醫美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容易出血啊 所以其實有在就是 髮梢或是出披症的時候 那時候是危險期 當然是不能做任何侵入性醫療的 你知道蔡英雄為什麼會突然間跳熱嗎 對 為什麼會突然到登革熱 其實最主要是 我自己在評估 醫美或評估醫療廣告的時候 像我們總是 比如說你頭疼發熱 第一件事我們會怎麼做 普拿疼 對…一般老百姓就會那個 然後就看到某某醫師 某某醫師大概兩三年前 因為普拿疼很紅嘛對不對 對 我們第一件事情 我會打電話給我同學說 那個我兒子頭疼發燒怎麼辦 這樣 最重要的諮詢來自醫療 這個是我想所有的醫師應該都同意 就是請你一定要珍惜你的醫師朋友 珍惜你的 律師朋友就算了 我沒講 就珍惜你的醫師朋友 所以請你在看醫美廣告的時候 第一件事你先考慮醫療 還有風險評估 對…醫療其實真正重要的就是 剛剛簡醫師在講的那一段就是說 醫師跟技術人員有什麼不同 其實這個也是我以前的疑惑 後來發言其實 醫療最重要的是診斷 對 華人常常犯一種錯 就是我們會去追尋秘方 其實我跟你講 真正重要的是華陀 如果你弄的秘方是錯的 吃了買落賽 可是華陀保證你不會落賽 不過其實我們自己會跑醫美嘛 那針對這個民眾來講的話 以民眾的眼光 我們其實台灣人經常會有一種心態 就是越貴的越好 那醫師您覺得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 因為大部分台灣人還是價格這樣 我覺得價格它是一個 大家最容易被量化的一個東西 對 那一樣我剛剛說 其實它你上網打 你可能會有最高跟最低 但有時候最高人家會不會想說 丹潘啊 有時候但是最低 它其實有一些隱形的風險 他會懷疑 對 所以是不是最高就是最好 這件事情我覺得它是一個參考 但是太便宜的東西 我覺得它就是有一些隱性的一些風險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說到底價格這個我覺得不是絕對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參考的指標 我們比較好奇的是說 同樣的是電波 為什麼有的六位數有的五位數 這樣差這麼多咧 我覺得今天一樣 大概就是付錢做這件事情 那站在診所端而言 經營者他們也會考量成本 那同樣的一個醫療行為 可是為什麼會價差這麼大 其實就是變成背後成本 到底它的計算是怎麼計算的 那也相對其實成本有時候連帶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耗材 那有一些東西它可能會面臨到一次性的使用 那或者是回充或者是回田 然後再來是共用這些東西 甚至有水貨啊或者是不實的假貨 我覺得這些東西會變成就是反應在成本上 也相對的就會在售價上 那我覺得一樣回到剛剛就是 雖然價格有時候很便宜很吸引人 但是它當中就會有一些隱藏的風險 來黃醫師您的看法呢 那我覺得這個醫美的價錢真的是非常的混亂 那像剛才這個體驗師說的 可能這些合法性的部分要去把關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其實不要忘記了 它是一個美感 事實上呢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一樣的菜 那大廚跟一般的路邊攤 煮出來就是不一樣嘛 這是價值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可以跟醫生在美感上面 比如說短期的一個設計 中長期的設計 一輩子的設計 事實上這個是需要學問的 那這個其實也是醫療跟醫師的價值所在 這個千萬不要忘記 好 謝謝黃醫師的這個叮嚀 那吳醫師您認為呢 剛才就是曾前面兩位前輩的就是講法 我們來分享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來自於比較貧困的區塊 所以我們會碰到 到底是哪裡 對 就比較多就是外景的地方 我們都南部人 那其實他們就會比較的東西 就是會跟東南亞國家做同樣的 醫療的品項的那個價格去做比較 那其實剛才就是兩位前輩有提到了 包括就是你 就是平數的品牌的一個合法性 或者是你產品的就是正規性 那還有就是操作人的一個美感 還有它的一個經驗值 都是一個在價格上面呈現的一個東西 一分錢一分貨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就是要去找好自己 可以信賴的醫師好好的資訊 然後好好做好風險評估 那再去投資這樣子的一個 我都跟民眾去衛教說 其實這個有點像是儲蓄的一個分散 你想要做多少在投資在臉上 你可以小的投資分期投資 或者是投大筆錢也都可以 那其實就看您自己可以承擔的風險在哪裡 身為最老的傳統的皮膚科醫師 我們其實在乎的是病人的安全 其實才追求效果 所以剛剛大家在講的 從我們上一集講到現在 就是請你跟醫師好好的溝通 然後如果你對醫美廣告有什麼疑惑 去找你信任的醫師談 談了以後他大概都可以幫你抓住 哪些東西是可信任哪些東西是不可信任的 這也是我們做這集節目的主要目的 謝謝宋教授的開示 以及來自我們台灣北中南 非常專業的院長們 我們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醫美能夠讓你變年輕變漂亮 但是其實終究還是一個醫療行為 當然也謝謝我們今天專業的院長們 來幫大家解決疑難雜症 我們嘿 醫美好辣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日愛 彼肉 跟曜博 也沒有看氣 那些個拜託 感谢观看